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所得税和择救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对项目的现金流量进行确定的时候呢 都没有考虑所得税这个因素 所得税当然应该考虑 那么如果说考虑所得税这个因素啊 现金流量的确定它的难度就直线上升 好 我们把前面的相关内容啊 这个小小的回顾 我们说对于项目的现金流量在进行确定的时候呢 建议同学们人为的把它的寿命期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建设期 营业期和终结点 对于三个阶段来说 它的现金流量特点不一样 计算公式不一样 计算思路也不一样 所以你人为的分为三个时期就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啊 你在进行计算的时候思路特别清晰 第二个好处 不会遗漏现金流量 这个现金流量哪怕遗漏一比一 最终的计算指标那都是错误的 那后果很严重啊 那么我们想一想 对于建设期来说 我们的现金流量有哪些呢 第一个长期资产的投资 什么固定资产呢 无形资产呢等等 长期资产的投资 第二个呢 是电资的营运资本 好了 那么对于这两部分 所得税好像和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注意 如果说涉及到固定资产的更新决策 继续使用旧设备 对于这个方案来说 这么的建设期 也需要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那么确定 继续使用旧设备这个方案 它的投资额的时候呢 就会有所得税的相关影响 到底如何影响咱后面再说 那么接下来在营业期 对营业期来说 主要涉及到的是 关于营业收入 关于我们的成本 当然也有所得税 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实际上这几大要素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到底如何确定 别着急 后面再说 那么接下来终结点 终结点涉及到两个部分 一固定资产 残值的回流 第二 电资营运资本的回收 全额回收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三个不同的时期 它的现金流量和哪些因素有关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加入了 这个所得税这个因素 那么哪些方面会受到影响呢 第一个 固定资产更新角色当中 旧设备的投资额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 在营业期 我们的营业收入 成本以及所得税 这些会受到影响 在我们的终结期 固定资产的残值回流 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几个方面 所得税对他们都有影响 那么到底如何影响 我们分阶段于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最为重要的营业期 那么对营业期来说 我们有收入 当然我们也有成本 如果有收入 在有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计算的是 税后收入 所以 税后收入应该等于 收入金额再乘一个 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 没啥问题 那么 对于费用来说呢 在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我们就算税后费用 税后费用 应该等于费用金额 再乘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 这也没啥问题 那么第三个 要稍微解释一下 那是 折旧抵税 当然 在这个地方 这个折旧啊 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既包括折旧 也包括摊销 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 包括无形资产的摊销 那么 在这儿 我个人认为 最为严谨的表述 应该表述为 非负现成本的抵税 好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非负现成本 对于非负现成本来说 指的是 这个成本本身 不会引起现金流出 你要是说 非负现成本 它自身 和现金流量 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不会引起现金流出吗 但是 非负现成本 它毕竟是个成本的 现实成本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就需要税前扣除 也就是说 由于存在非负现成本 就会导致 我们因纳税所得而减少 会导致我们的所得税减少 那么所得税减少的部分 那就相当于 我们引起了现金流出 好了 导致所得税减少 那么所得税到底减少多少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固定质量折旧 是300万 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 那么有了这300万的折旧以后 我们因纳税所得而 至少就减少300万 所得税减少多少呢 那两者一相成 这是所得税减少的75万 好了 这是非负现成本 我们需要考虑它的抵税作用 折旧抵税 因为看上是现金的流出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同名就要注意一下了 计算出这个折旧和摊销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企业所得税 最终的目的是要确定他们的折旧抵税 既然要确定折旧抵税 那么对这个折旧的计算 或者说无形资产摊销的计算 就一定按照税法的规定来 因为税法说 你只要按照我的规定来 才能够承认你的抵税 所以就此在这儿 折旧的方法 折旧的年限 折旧的进产值 都必须按照税法的规定走 一切跟着税法走 那会计上怎么处理 我们不关心 因为会计上的处理 你折旧也好 贪销也罢 本身不会引起现金流出 而后期的折旧抵税也好 贪销抵税也好 那咱们得听税法的 好了 这是我们涉及到所得税 对我们营业期三大要素的影响 在营业期 我们的现金流出往往体现为营业收入 那么现金流出呢 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负现的营业费用 折旧和贪销 咱们别管它 为啥 因为它本身不会引起现金流出 所以我们只需要讲的是 付现的营业费用 在减去所得税 所得税呢 那一定是现金流出啊 在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导致起来一笔现金流出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就算公式 那是用现金流出减现金流出 这就OK了 简单 这是现金金流量 它那个基本的定义思路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基础公式的就上 我们要进行推导啊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式子 在第一个式的就上 我们减去折旧 再加上折旧 再说一次 这个地方的折旧 它是个宽泛的概念 既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 也包括无形资产的摊销 好了 这样减一项加一项 那个等号依然是成立的 好 现在我画两个圈 第一个呢 是付现的营业费用 第二个呢 是折旧 这两个圈我一画 请问 两者一相加 等于哪个参数 等于哪个参数 就等于我们的总体成本嘛 总成本嘛 为啥 你想 总体成本就一分为二 要么支付现金 负现的 要么就不用负现 那就是非负现的 所以 你把负现的营业费用 和这个地方的 非负现的一相加 那不就是总体成本嘛 所以 对于这第二个式子 我可以这样表述 怎么表示呢 表示为 营业收入减 总成本 再减 所得税 再加 折旧 可以吗 完全可以 好 同学们思考一下 营业收入减去 总成本 再减去 所得税 这是什么东东 你想 营收 减掉了总体成本 然后呢 再减掉我们的所得税 这啥 这是我们的 税后经营 净利润 好 税后 经营 净利润 那么为啥不是净利润呢 因为我们没有考虑 筹资活动的 利息 没有考虑 利息费用等等 相关因素 因为 现在我们只是 进行投资决策 所以筹资 活动的利息之内的 我们不考虑它 把它放一边 结实呢 算出来是 税后经营净利润 然后后面这个小尾巴 这个得救 别忘记啊 该家还得家 好 得到我们 计算营业现金流量的 第二个重要公式 对于这个公式来说 这可不是我们的新朋友哦 这是我们的旧相识 在前面第二章 管理用财报的体系下 我们计算实体现金流量的 第一步 还记得吗 计算实体现金流量的第一步 那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在家 折旧与贪消 得到 营业现金 毛流量啊 这是我们的旧相识啊 学了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啊 好了 这第二章 公式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再也思考 税后经营净利润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税前经营利润 等于税前经营利润 再乘以 一减 企业所的税税率 这是 得到税后经营利润 而对于税前经营利润来说 它又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 收入 再减去 总体成本 就得到 税前经营利润 那么 收入 减去总体成本 那就是 营业收入 减去负现 营业费用 再减去折旧 所以下面 打波浪线的这一部分 括号里面这一部分 它就是 税前经营利润 再乘以一间企业所的税率 那得到税后经营净利润 当然 后面这个小尾巴 别忘记 折旧该家还到家 好了 那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 稍作数学变形 稍作数学整理 就得到 我们营业先经流量计算的 第三个计算公式 税后营业收入 减税后负现营业费用 加 折旧再乘以 所得税税率 这不就是 用营业收入 乘以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 再减去 负现营业费用 乘以一减企业所得税率 再加上 折旧与摊销 乘以所得税率 所以前面呢 是税后营业收入 减税后负现成本 再加 非负现的底税 好了 这是第三个计算公式 同学下去 感兴趣 自己推一推 如果说不感兴趣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必须提出要求 甭管同学们 下去推还是不推 公式一 公式二 公式三 你必须务必 一定要记住 记得什么程度 记得晚上说梦话 你把它说正确 这三个计算公式 特别重要 非常重要 好了 这样呢 这个营业期 营业现金流量 搞定 下面我们看一下终结点 那么对于终结点来说呢 涉及到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固定资产的处置 第二部分呢 那是电子的营运资本的回收 当然我们说 电子的营运资本的回收 和这个所得税没啥关系 但固定资产的处置 就会涉及到所得税的问题了 来 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跟着我的思路走 那么税法规定 它的折旧年限是十年 税法规定 它的残值是十万 税法规定 用平均年限法 这个税法真讨厌 我们要计算限金流量 要计算折旧抵税 咱就得看税法的呀 所以这一系列的相关规定 都必须来源于税法 请问 根据税法的规定 我们这台设备 每年折旧是多少万 这同学们 五秒钟之内就能够得到答案 是吧 原子一百一 残值是十万 折旧年限为十年 平均年限法 每年折旧 那就是十万 每年折旧 是十万 好 下面 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 为百分之二十五 企业所得税率 百分之二十五 好 跟上我的思路 走一个 假设 第八年的年末 第八年 我就把这个设备予以变卖 可不可以 可以 虽然税法说 咱可以用十年 价不住我钱多呀 我钱多多 我到第八年的时候 我也变卖 行不行 行 我不用了 行 那么第八年年末 首先就要看一下 税法规定 在第八年年末 他值多少钱 税法规定 值多少钱呢 同样们可以掐子一算 那么原值一百一 每年的折旧是十万 中共用了八年 累计折旧八十万 所以税法规定 在第八年的年末 你还值三十万 好 那下面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对外一卖 卖了多少呢 卖了五十万 对外一卖 卖了五十万 下面我们就跟着 如下的几步骤 第一步 赚没赚 赚了 为啥 税法说 你只能卖三十万 但是呢 结果一卖卖了五十万 首先赚了 赚了 就会涉及到缴税呀 所以我就说 哎呦你赚了 恭喜你 赚了二十万 来该缴税缴税呗 所以第二步 确定 他一定是缴税 那么缴多少税呢 赚了多少 就以此为基础 进行所得税的计算 但是五十万 再减去三十万 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缴五万的税 好 问题没个小问题 请问这个缴税呀 是现金流出 还是现金流出啊 站在企业的角度 那一定是现金流出啊 对吧 要给税务局五万块钱 现金流出 所以第三步 请他们告诉我 在第八年年末 以五十万 把这台设备予以变卖 所引起的现金金融量 收到啥 现金融量收到啥 卖了五十万 收了人家五十万 这是现金流出 然后呢 税务局过来一恭喜啊 又给了他五万块钱的 企业所得税 所以 我们的第一种情形 处置这个设备 引起的现金金融量 应该是四十五万 好了 那么这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假设一卖 卖了多少呢 哎呦 卖了十万 还算着刚才的步骤 第一步 赚了 还是赔了 说法说 你还值三十万里 但是我一卖 人家只给我十万块钱 所以我一定是赔了 好 那么赔了 我就拉着税务局的手啊 我就不放啊 我说赔了呀 心情很低落啊 你行行好 补偿我一点呗 人家说行 没问题 赔了 就可以抵税 就可以扫缴税 扫缴多少税呢 那赔了多少 三十万的 我们卖了十万 就赔了二十万 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就可以抵税 抵五万 既然是抵税 就是扫缴税 扫缴税 可能是现金的流入 第三步 请问 以十万块钱 在第八年年末 把这个设备 予以变慢 我们引起的现金 进流量是多少 现金流量 那么应该是 十万 收到别人的钱 然后呢 税法上说 你还可以少交五万的 企业所的税 所以里外里 我引起的现金 进流量是十五万 好了 这是第八年年末处置 那么接下来 第二种情形 我说 第十二年年末 予以变慢 税法说 你只能使用十年 折就是十年 但是我穷啊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缝补补再三年 最后我还用了三年 总共用了十二年 好了 那么第十二年年末 除此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 税法规定 这个十年的价值 是多少 价值是多少 第十二年年末 税法规定 这个十年价值 那就是十万 为啥呢 那不是说 税法规定的产值十万吗 予团说 这个产值十万 不应该是 第十年年末的吗 那注意 对于固定资产来说 如果税法规定的折旧 已经具体完毕 后续就不能再具体折旧了 所以你看 我们前面十年了 把税法规定 可以具体的折旧 总额一百万 全都具体完毕了 你使用到第十一年 不能具体折旧 第十二年 也不能再具体折旧 所以第十年及其以后 所有各年 对这个设备 在税法上的产值 都是十万 好了 先把这个参数 确定下来 好 接下来第三种情况了 第三种情况 如果一卖 就卖了三十万 下面我不给同学们写了 请同学们告诉我 第三种情形 我们引起的现金金融量是多少 现金金融量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有三十万 收了人家卖家的钱 现金金融入 其次 你看一定是卖赚了 卖赚了就缴税 缴税呢 赚了二十万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由于缴税 是现金流出 缴五万的税 这样呢 我们引起了现金金融量 二十五万 第四种情形 如果说我到这个市场上 一遇吆喝 我说啊 现在卖设备 卖设备 大家看都不看我一眼 结局就是零变现 卖了个大零蛋 那么卖了个大零蛋 在这个时候 所引起的现金流量 就是零吗 当然不是 为啥 税法规定值十万 但是我一分钱都没卖 所以我就损失掉了十万 就可以在税前 一扣除 就产生了抵税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第四种情形 那是十万 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就等于二点五万 引起的现金金融量 来是二点五万 这是固定资产 残值的问题 这一大 我们锁了税 就要考虑底税 还是纳税 就要考虑赚 还是赔 当然有同学说 哎呀 这样我有点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我们先看下面的提示 然后我们同学们 总结一个 总结一个基本的思路 到时候套进去就行 说对于固定资产 除此来说呢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一 要计算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 这是我们的标准 按照什么计算 一定按照税法计算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刚才我们计算的 第三年年末 我们还有三十万 第十二年年末 我们还有十万 这是税法规定的 账面价值 这是它的标准 用固定资产的原始 减细 按照税法规定的 具体的累计则就 那么第二步呢 就要看一下 到底是赚还是赔 对吧 都是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 才考虑 哎 到底是抵税还是纳税 好了 也才说 实在区分不了 一会儿现金流注 一会儿现金流出 一会儿前面是正 一会儿前面是负 区分不了的同学 我们看下面 好 再这样呢 我们同学们总结一个 相对比较通用的做法 往里面一套就行了 首先 对于固定资产 出自现金流量的确定 我们主要涉及到两大部分 一 卖出的价 二 税 那么到底如何确定呢 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 根据税法的规定 计算账面价值 那么 对于这一步来说 那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原值再减去 按税法规定 具体的累计则就 好 这是一个标准 第一步 先把这个标准给算出来 那么第二步 确定它的变现价值 这个变现价值 就是我们实际对外欲出售 它的一个实际的变现收入 比如说 刚才我们说了 卖50万 卖30万 零变现等等等等 那么实际的变现收入 这一定是已知参量 一定是已知 一定会直接告诉 好了 第三步 我们要考虑税的相关问题 税怎么考虑呢 就用第一步的计算结果 减第二步的计算结果 然后再乘以税率 别乱 第一步的计算结果 减第二步的计算结果 然后呢 做出差 乘以税率 那么 对于第三步来讲 如果算出来为负 代表现金的流出 那显然是缴税啊 如果算出来为正 那一定代表是现金的流入 那一定是抵税 所以第三步啊 你把第一步的结果 减第二步的结果 成为税率 你看 如果是正 这有抵税 如果是负 这就缴税 那么第四步呢 就把涉及到的现金流量 给它汇总起来 第一步 没有真正的现金流量 我们只是算一个标准而已 第二步 那当然就是现金流量呢 主要是现金流注 第三步呢 有可能是现金流注 有可能是现金流出 所以前面有正号负号 来给它加起来 就得到第四步汇总 汇总这一步呢 算出来就是固定资产处置 最终它的现金金流量 好了 这就是四步确认法 四步确认法 白话同样记不住啊 所以 从每一个步骤当中 找了个关键字 最终形成下面四个字 那是 葬实税总 葬实税总 我们到年末的时候盘点 都需要葬实相符 是吧 所以 葬在前 实在后 葬实相符嘛 葬在前 实在后 然后呢 考虑税 最终汇总 好 我们看下面 再到单选题 所谓一公司 对某投资项目的分析 与评价资料主下 该投资项目 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25% 年税后营业收入为575万 税后付现的营业费用是450万 税后经营净利润是80万 该项目年营业现金毛流量是多少万 那么对于这道题目来讲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 调面下 现在他告诉了税后营业收入 然后呢 再减去税后付现营业费用 再加上非付现的抵税 我们可以用公司三把它算出来 但你看 没有非付现呢 折旧摊销没告诉啊 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你再往下走 他说 税后经营净利润是80万 诶 税后经营净利润80万 再加上一个折旧与摊销 这不就是营业现金毛流量吗 折旧与摊销 也不知道 这条路也走不通 但是 你想不想过 把两条路放在一起啊 我们假设 它的折旧 或者说它的非付现VX 假设它是已值餐量 我们能不能劣势 可以 根据我们前面 营业现金毛流量的计算公式三 税后营业收入575 再减去税后付现成本 就是税后的付现营业费用450 再加上非付现的抵税 就是X 再乘以25% 这用公式三 算出营业现金毛流量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不可以用公式二来算呢 可以 公式二 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80万 再加上非付现X 这也是营业现金毛流量啊 这用的是公式二 好了 前面用公式三 算出营业现金毛流量 后面用公式二 算出营业现金毛流量 那请问这个参数相等吗 当然相等 中间画个等号 这个X自然就出来了 既然出这个折旧与摊销 既然出这个非付现 我们最终营业现金毛流量 马上就出来了 正解答案选A 这是前面基本公式的一个复习 好 接着往下走 看看下面这道题 说某项目生产金细为5年 设备原值呢 是200万 预计净产值收入是5万 这是实际变现的 预计未来的一种收入 税法规定折旧年限为4年 税法规定 预计的净产值是8万 实现法机体折旧 所得税率25% 项目初始的时候呢 电资营运资金是2万 这个电资的营运资金呢 又叫做营运资本 这是同一概念 不再多说了啊 则该项目终结点的 现金金融量是多少万 它要求的是 终结点的现金融量 那么对于终结点来说 它的现金融量 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 电资的营运资金的回收 回收多少 回收2万 先写在这儿 别漏了 那么第二部分呢 那是固定资产残值的回流 固定资产残值的回流 会引起多少的现金融量呢 我们用四部确认法走一个 首先同学们一看 税法规定了一系列折旧的相关参数 但是你没有必要算折旧了 因为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 是四年 而我们现在呢 这个项目生产进行周期为五年 也就是说啊 到第五年的时候 把这个设备一卖 在第五年年末的时候 我们税法规定的所有的折旧额 应该具体的全部都具体完毕了 结论就是 对这个设备来讲 第四年年末 或者说第五年年末 由于该具体的折旧 已经具体完毕 所以它的账面价值 就是税法规定的残值了 四部确认法 第一步 账面价值 及税法规定的残值八万 第二步 第五年的年末 把这个固定资产一卖 实际变现多少啊 预计进残值收入是五万 实际变现五万 那么第三步 就要考虑税的问题啊 用八万减五万 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再呢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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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点 七五万 那么 第四步 咱们把刚才的第二步和第三步一汇总 再呢 除此这个固定资产 最终引起的现金金融量 应该是五点七五万 第二步和第三步一相加 好了 我们终结点 它的现金融量 就由除此固定资产所引起的五点七五万 再加上 营运资金的全回收两万 这种算出来 正确答案 那可是选项A哦 不能选B啊 电子营运资金这两万 要考虑进去 好了 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要题 说 某投资项目需要三年建成 每年年初投入建成资金呢 是110万 共投入了330万 建成投资产之时呢 需要投入 营运资金300万 以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 项目投资以后 估计每年 给获得税后经营净利润是80万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6年 预计 使用后的第四年 进行次改良 改良支出是80万 分两年平均谈销 资产使用期满后呢 估计有残值净收入是30万 采用平均年限法具体择救 项目期满的时候呢 电子的营运资金全回收 在这个地方 他说 使用期满后 有残值净收入30万 没有说是税法的 还是实际变现的 我们就认为 这既是税法的规定30万 也是实际变现的收入30万 所以 固定资产在最终处册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考虑它的抵税 或者纳税的相关问题了 好 那请问同学们 对于这道题目来说 它的建设期是断食期 它的营业期又是断食期 它的终结期又在哪个实例 首先 它的建设期是三年了 三年建成 那么它的营业期呢 它的营业期几年了 营业期 它说建成投产以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七年 这个设备可以使用七年 所以建成投产以后呢 这个固定资产可以使用六年 第六年的年末的时候呢 固定资产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它的营业期是六年 好 接下来 终结期在哪个实例 终结期在第六年的年末 好 这是先把这个三个实下给分出来 分出来后 我们就要确定 每一个不同的实点 它的现金金流量到底应该怎么样 首先 你看下这个表头 编制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表 既然是现金流量表 那么在这个表当中 如果是现金金流出 就要以负号来表示 现金金流出 以正号来表示 正负号要表示现金流量的方向 在这儿 我们用括号 表示现金金流出 那么考试的时候呢 建议同学们尽量用负号 别用括号 尽量用负号来表示现金金流出 好了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些现金能量应该如何确定 首先 从这个地方画条线 前面这一部分是建设期 后面这部分是营业期和终结点 那么对于建设期来说 涉及到哪些现金流量呢 第一 固定资产的投入 第二 电资的营运资本 对于固定资产的投入 他说啊 三年时间 每年年初都投110万 前面三年 每年年初 所以我们的第一笔资金 一定是第一年的年初 即零死点 投了110 第二笔资金呢 第二年的年初 第一年的年末 投了110 第三笔 第三年的年初 第二年的年末 投了110 好了 这是固定资产这部分 它的一个投入 最终我们就形成固定资产 330万的原值 是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建设期期末 在营业期的期出 我们三年建设已经完成 下面开始要进行生产经营 就必须要进行 营运资金的一个投入 所以 在第三年的年末 也就是第四年年初 营运资金的投入 300万 好了 在我们整个建设投资期 都是现金流出 所以 这些数据啊 前面都应该打个负号 在这呢 以括号来表示现金流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一下 后面的 这个营业期 对营业期来说 我们要计算 营业现金 毛流量 那么营业现金 毛流量怎么算呢 我们一看 它直接告诉了 税后经营净利润 如果要计算营业现金 毛流量 我们就用公司二来进行计算 就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再加上我们的非负现 不就行了吗 好了 我们首先来计算一下 这个非负现的成本 在这呢 主要涉及的是固定资产的折旧 当然 后面还有 别着急 先把固定资产的折旧给算出来 好 对于固定资产的折旧来说 前面投入了三个110万 它的原值就是330万 前面又说 使用年限为6年 残值收入呢 是30 所以 我们每一年呢 具体的折旧应该是 330减30除以6 每年具体的折旧呢 50万放在这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四年 第五年和第六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和第六年 对于这三年来说 首先 他们都是营业期 我们计算出来的 都是营业现金 毛流量 那你一看 现在 这三年 它的税后 经营金利润有了 非负现也有了 这不是 这就有非负现吗 所以这三年呢 把这两个数据相加 它的营业现金 毛流量就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七年 第七年 它和前面三年 又不太一样 为啥呢 因为第七年呢 添点柴 加点料 它说 在这个设备 运行到第四年的年末 需要进行一次改良 改良支出80万 对这80万来讲 确确实是现金流出啊 所以在我们前面 三年的基础上 还需要扣掉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80万 这样呢 才得到第七年 它的营业现金毛流量是50 那么对这个改良支出的80万呢 在第七年不能税价扣除 为啥人家题目说了 在后面两年有摊销 每年就摊销40万 那请问这个40万 那是不是我们的非复线呢 那也是 所以第八年 它的营业现金流量 就应该是税后进行净利润 再加上两部分非复线 是吧 得到170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九年 那么对于第九年来说 哎 这就稍微注意一下了 因为第九年呢 它实际上是两块放在了一起 首先我们同学们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同学们的第一个问题 请问 第九年的营业现金流量是多少 我写出来 第九年营业现金流量 第九年的营业现金流量是多少 有的人说 那不就是这儿的500吗 不对呀 第九年 它是两个时期重叠在一起了 首先第九年 它还是营业期 所以它的营业现金流量 那只是营业活动所带来的另一部分 那应该是 170啊 170 对吧 那么接下来 第九年它还有第二部分 哪一部分呢 终结点的现金流量 终结点的现金流量 首先 我们的固定资产的处置 它是残值回流30万 没做其他特殊说明 我们认为税法的规定 和实际的边线一样 不考虑抵税纳税的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还有电子的 营业资产的全回收 这300 所以 我们这两个数据相加 得了330 第一次 第二个呢 那是终结点 终结点 现金 净流量 终结点的现金流量 等于多少 等于330 好 下面 我们下面这个问题 说 第九年年末 它的现金 净流量 等于多少 第九年年末的现金流量 就应该用它的 整体的现金净流入 减去整体的 现金净流出 这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第九年 它的营业现金流量 再加上 终结点的现金流量 应该是500 所以 这三个参数 一定要注意区分 第九年 它的营业现金流量 是171 第九年 它的终结点的 现金净流量 是330 第九年 它的现金净流量 是500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啊 它的现金净流量 一一的确定出来了 好 这是 我们这道题 这道题啊 相对来说 难度不算太大 但是很经典 那是 人类位的分三个时期 画方框的这一部分 绿颜色方框这一部分 那是我们的投资建设期 那么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后面的 包括 营业期 包括 我们的终结期 对于营业期来说 那是 除了终结期之外的 其他都是营业期的 那么终结期呢 有 残值回流 是30 有电子营运资金的 全回收是300 好了 这个是我们这道题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看下面这道题 这道题 是我们的老朋友 第二次见到他 说这类公司 现有旧设备一台 由于节能减排的需要 准备予以更新 择限率为15% 假设企业所得税率为25% 其他有关资料如下 对这道题来说 前面我们是曾经分析过的 只不过呢 前面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啊 说不考虑企业所得税 哎 现在企业所得税率 告诉我们 那当然得考虑了 前面我曾经说过 只要考虑企业所得税 这个难度啊 就直线上升 好了 下面 新设备 旧设备 对这两个具体的设备来说 我们应该如何决策呢 好 固定资产的更新决策 我们说 有两个方案 一 继续使用旧设备 二 我们买入新设备 在没有做其他特殊说明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 两个方案 他们的产出都是一样的 而是 他们的营收都是一样 所以营收呢 作为决策的无关因素 我们就放一边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什么呢 就要计算 他们的成本 对于成本来说 就要看看 他们未来的寿命期是否一样 对于旧设备 预计使用十年 面向未来 还能使用六年 因为他已经使用了四年 还能使用六年 所以 继续使用旧设备 那他的这个 这个方案的寿命期 就应该是六年 那么新设备呢 可以使用十年 之前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面向未来 他还能使用十年 即使 这两个方案的寿命期 是不一样的 既然寿命期是不一样的 那么 我们就应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就不能用成本总现实 而应该用什么呀 对了 我们应该用平均年成本 好了 接下来我们先分析旧设备 那么对于旧设备来讲 我们要算 它的总成本的限制 然后呢 再随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得到平均年成本 对吧 这前面的基本思路 那现在我们的第一步 就要计算 它的一个总成本的限制 总成本的限制 如何算 好 同学们 跟上我的思路 我反复提醒同学们 别开小猜 第一步 我们要计算 计算 它的建设期啊 建设期所设计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算成本 现金流出 带证号 是吧 现金流出才是我们的成本嘛 那么对于我们的建设期来说 继续使用旧设备 首先有没有投资额 肯定有 二 它的投资额是多少呢 投资额是多少 我们现在 在临时点 我们假装把这个旧设备卖了 假装卖这个旧设备 能引起多少的现金金流量呢 好 如果说不考虑我们的企业所的税 那就很简单 目前的边线价值 那不就是一万块钱吗 但是如果考虑企业所的税 我们现在卖 引起了现金金流入 那就不一定是一万了 到底是多少 来我们假装卖 假装卖 四部确认的法 走一个 第一个 请问 现在税法规定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税法规定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听门 是否能够算出来啊 那你一看 他说啊 每一年的折旧费是 三千元 都直接告诉你 每年的折旧费是三千 然后呢 已经使用了四年 所以我们的累计折旧 那应该是一万二 它的原值是三万五 所以三万五减去一万二 我们税法规定 目前它还值二万三 对吧 这就是我们税法规定 目前的账面价值值二万三 好 这是账面价值二万三 那么现在我们能卖多少呢 目前的边界价值是一万 现在能卖一万 第三步 考虑税啊 用第一步减去第二步 再乘以锁了最税率 那是二万三 减去一万 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来 我拿计算器 稍微算一下 同学们 稍微等等我 一万三 再乘以点二五 得出来是三千二百五十元 这显然是现金流入 显然是抵税 为啥 二万三的东西 我只卖了一万呢 好 第四步 把它汇足 那 用第二步 实际一卖 能够卖一万 再加上抵税 三二五零 所以 现在如果说 我卖这个旧设备 就能够获得 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元 的现金净流入 问题是 我继续存旧设备 卖没卖 卖没卖 没有卖啊 既然没有卖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 这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元 就飞走了 这就是我们继续存旧设备的 投资额 投资额 在临时里 所发生的成本 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元 OK了 这是我们 建设期 投资期 它的一个总成本 就在这儿吧 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元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营业期 那么对营业期来说 我们应该如何确定 它的成本总现实呢 好 我们想想 前面呢 就算营业现金流量 那个公式三 说 税后收入 再减去税后付线 再加上 非付线的底税 你们还记得吗 那我们前面 就算营业现金流量的 公式三 我们继续这个公式 来看一下 我们在计算 总成本 现在的时候 在营业期 应该考虑哪些要素 首先 我们说 新旧设备 它的产数一样 税后收入都一样 这是决策的无关因素 其次 你再一看 我们现在呢 主要 要计算的是成本 而你这个公式 计算的是现金流量 你成本和现金流量 那两者的关系是相反的 所以既然要计算 成本总现实 那么就必须 把这个税后付线呢 前面加个证号 这是税后付线 那么 对于我们的 非负线的抵税 实际上是成本的 一种抵解 对吧 你企业所的税少了 那我们的成本 不就少了吗 是成本的一种抵解 所以前面呢 代符号 那就是 非负线的抵税 也就是说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 最终 经过分析 在我们的营业期 要计算 它的成本总现实 就要考虑 税后付线 以及非负线的抵税 非负线的抵税 作为成本的抵解 好了 那我们回到 刚才这道题 那么 在这道题目当中 同学们一看 每一年 它的运营成本 是10500 每一年的运营成本 是10500 这实际上 就是它的一种 负线成本 当然 我们要考虑 税的问题 好 负线成本 10500 再乘以 1减25% 得到 税后付线 那么总共多少年呢 面向未来啊 我们这个旧设备 还能使用6年 总共6年 所以再乘一个 再乘一个 年金限制期数 则限率15% 期数为67 这是未来6年 税后付线 它的一个成本总限制 当然了 在营业期 我们刚才说了 还得考虑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那是我们的 折旧抵税 对于折旧抵税 它还能折多少期呢 咱俩要分析一下 它说 设备的原价是35000 然后呢 每年 我们记得折旧费 它直接告诉 已知条件是3000 税法规定的 残值是5000 那你这样算 平均年限法下 它只能是 折旧10年 看看 35000再减去 残值5000 得到30000 再除以10年 得到3000 每年的一个折旧 所以这个题目 蕴含了你一个条件 就是说 未来6年 每年都可以 具体折旧 具体折旧多少 具体折旧3000 所以据此 我们每一年 都会有 折旧抵税3000 再乘以25% 然后呢 把它折现 再乘以一个 年金限制系数 折现率15% 7数为67 作为 我们成本的抵减 前面 带一个负号 这样就算出来 我们在营业期 它的成本总现实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终结点 对于终结点来说 写在这儿啊 终结点 我们应该 应该如何思考呢 那不就是两大步吗 两个问题 第一个 电子的营运资金 在这条题目当中 没有 没有最好 没有我们就不考虑 第二个 那是 到了终结点 我们要真正的处置 这个固定资产了 真正的处置 首先第一步 账面价值 多少 第十年年末 税法规定的产值 那不就是5000吗 第二步 请问 我们实际 并现多少 最终报废 3500啊 第三步 考虑税 那就是5000 减去3500 再乘以25% 5000 减去3500 这不1500吗 1500 再乘以 025 我们的税 375 这个375 显然是抵税 第四个 我们最后 处置这个固定资产 所引起的 现金金融量 那应该是 3500 再加上 375 就等于 3875 元 好了 我们得到 终结点 它的现金金融量 是3875 但是 这个3875 我们要 做两个处理 第一个处理 所以需要折现 当然 3875 要折 折算到 零死点 所以再乘一个 再乘一个 负利 现金金融数 折现率 15% 7数 为67 第二个数理 注意 我们处置这个固定资产 是现金金融入 既然是现金融入 就作为 我们总成本的一个底解 前面 就要带个负号 好了 这就是三个时期 它的一个成本限制 算出来 然后呢 把三个时期的成本限制 一相加 这位是什么的成本 总限制 接着 同学们 在思考刚才 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问 所得税 对我们的建设区 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 继续使用旧设备 这个方案 在建设期 那对它的投资 就有影响了 是吧 继续使用旧设备 这个方案 在我们建设期 确定它的成本 总限制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 锁了 税的影响 这第二个问题 一定注意 我们现在计算的是 它的成本 总限制 所以现金流出 前面带正号 现金流出 前面带负号 作为我们成本的底解 这个符号 千万 别搞烦了 好了 这三个时期 它的成本 限制算出来 把这三个时期的 成本限制相加 成本总限制 搞定 那么有了这个 成本总限制 接下来该怎么做 新旧设备 两个方案 它们的寿命期 不一样 即使呢 我们应该 要计算 它的一个 平均年成本 所以在刚才 成本总限制的 就是上 再除以 在刚才 成本总限制的 就是上 再除以 年均限制期数 则限率15% 期数为67 就等于 平均年成本了 好了 我们旧设备 由此就搞定 好 这就是旧设备 旧设备呢 那最终 对我们下去 自己算一算 它的一个成本 总限制 然后呢 再算一算 平均年成本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新设备 新设备 就要简单很多 对于新设备来说 同样设计了 三个时期 首先 第二个时期 我们的建设期 对于建设期来说 它的一个投资 就是现在花了 三万六 买了一台 新设备 这就是 我们建设期 它的成本限制 下面我们看一下 营业期 营业期的成本限制 我们直接 一步算出来 首先 每年的应用成本 是八千 这类设备 折旧年限为十年 每年具体的折旧 都直接告诉 是三千二 所以 在我们的营业期 它的一个成本限制 应该是这样算 用税后付现 八千 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 再减去 非复现的抵税 三千二 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这样呢 得到每一年 它的一个成本 再乘以 再乘以一个 年金限制期数 则限率百分之十五 期数为十七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 在营业期 它的成本限制 那么接下来 终结点呢 终结点 我就直接写了 首先 没有电子的营业资金 我们当然就不考虑 电子的营业资金 不考虑 那只有固定资产的 残值回流 那么固定资产的 残值回流 我们就要考虑 税的问题啊 事不确认法 又走一个 第一 新设备 在第十年年末 税法规定了 残值收到啥 至先 第二 我们新设备 在十年之后 我们实际变现多少啊 这一种报备的残值 它说是四千二 直接告诉嘛 以致条件 是吧 四千四千二 第三步 就要确定税的问题 前面两步一相解 应该是负到二百 再次应税率25% 这样呢 等于负到五十 声明 我们缴税啊 要缴五十块钱 第四步 把二和三 一相加 四相二 再减去五十 这样呢 就得到 四千一百五十元 也要是说 最终固定资产 处置的时候呢 能有 四千一百五十元的 现金净留住 咱们 可计算是成本咯 所以前面 要作为成本的抵减 四千一百五十 再乘以 再乘以 负利限制系数 则限率百分之十五 期数为十期 好了 这样 建设期 营业期 终结点 我们全部给它 一相加 这得到成本总现实 那么 有了这个成本总现实 现在 除以 年金限制系数 得到平均年成本 好 这是新设备 新设备和旧设备相比 它比较简单 简单就简单在 我们的初始 简单在 我们的初始投资 简单就在 我们的建设期 那么其他的 营业期和终结点呢 和前面的处理 都差不多 好了 最终 新旧设备 把相关的参数 给算出来 新设备的 平均年成本呢 是这个数 而旧设备的 平均年成本呢 是这个数 好了 旧设备 小于了新设备 所以我们应该 继续使用旧设备 好 这是这道题 下去啊 建议同学们 在炒稿纸上 自己再来算一算 再来练一练 这道题 考的是成本总限值 及平均年成本的计算 之后 在炒稿下 小于了新设备 就给上安 要 攻击 下 让